在半夜收到长官的LINE或是WhatsApp的讯息呢 要你起床加班工作是不是真的蛮不耐烦的 其实这个不只有你一个而已哦 这是一种现象了 而这种现象被称作是通讯软体加班族 好有一位42岁的女性上班族 她就是因为长期被长官用手机通讯软体指派工作 让她几乎没有时间睡觉 没有想到就在去年的4月 这位小姐突然的中风 在住院一个月后不幸身亡 那么这也成为了台湾第一起 因为通讯软体加班而过劳死的案例 就是这个声音让一名42岁的女性 成为台湾第一起因为手机通讯软体指令 而加班的过劳死案例 她必须透过这个通讯软体 持续的跟这个主管保持这个联系 她必须跟国外的一些客户 国外的一些主管做一些联系 所以她常常必须下班之后 在晚间接收讯息 接受很多的工作指派 甚至还要在夜间开会 所以事实上她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 这个充分的休息 她在一间知名的外商公司上班 担任公关经理职务 长达四五年的时间 长官长期透过手机通讯软体 交代工作上的业务 让她从白天忙到深夜 都还没办法休息 她去年四月的时候 这个在等公车的时候 就是不幸中风 然后大概一个月之后呢 就不幸过世 因此而离患职业病 那可以再罚到三十万元 通常十二点是比较夸张一点 十二点之前都还可以接受 紧急状况的话都是可以接受 一般我就自自不理 把关经营掉 所以当中没有看到 许多上班族都怕已毒不回 会惹长官不开心 不是当下立刻解决 就是明天一早马上处理 这些人都被称为 通讯软体加班族 如今出现第一起 因为通讯软体引起的个案 劳团也呼吁政府 应该严格管制这种加班现象 避免憾事再度发生